消防員到場後不斷向放在卡板上的報紙射水灌鈎 而批報紙就燒得熊熊爛爛 連大會堂的行人通略都分黑了 事發於凌晨約12時報紙發行商的員工 在中環大會堂對開準備分發報紙時 三名戴口罩的男子坐私家車來到 其中一人用刀指嚇兩名員工 另外兩人就向批評《蘋果日報》 臨上二言液體和點火焚燒 他們之後上車逃走 過萬份報紙被燒毀 警方調查後發現車的車牌是偽造 暫時將案件列作縱火和刑事恐嚇處理 立法會主席曾玉成拒絕推測事件的動機 但相信事件不會起到恐嚇作用 也不會影響新聞自由 無論什麼人都應該守法 應該尊重我們社會的法治 也要尊重各方面的表達自由 沒有法治去猜測動機 但我並不認為這些事件 是會影響任何人參與任何公眾活動的意願 我不會覺得有什麼作用的 而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都拒絕推測事件 是否和七一遊行有關 今次是壹傳媒集團在兩星期之內 第四次租人營毀或者搗亂 將軍澳壹傳媒帶流在星期六清晨 大閘被人摘菜刀 壹傳媒主席黎智英的預所鐵閘 在6月19日亦都被人用車撞毀 和早前運載蘋果日報貨車 在紅磡都被人中火燒毀 四宗案件已經交由九龍城警區重案組跟進 暫時沒有人被捕 香港蜂瓶電視機就在黃佳林報道